請報局的幹部 缺乏近代的視角 機動性的組織 感覺就是一些老古板戰 你倒是很好命啊雷克多 這裡這麼多難題是誰害的啊 閣下的愛將現在也是笑柄啦 在那邊 XD XD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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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在那邊 有喔 還是有朋友關心的喔 休伯特 寸步難行 主子過於僵化 一周內不許回來 就不想看到他 阿 迷利阿姆也來啦 畢竟也是情報局的 很有趣 踏實的感覺 他想要的 是什麼呢 身為一個人 該走的道路 偷懶中幫了羅伊德 感謝局長的派遣 神秘的信 雷克多 其實我覺得有這個支線很好 畢竟雷克多是以前一直的 算是一個梗吧 就是也是一個梗 然後就是鋪陳了很多 但是從閃鬼1234 當然因為畢竟劇情太長了啦 所以在我心中 就是記憶也沒有那麼的足夠 但是就覺得雷克多好 像沒有當初玩的 描繪的這麼的多 或者是有把他的故事很好的去補完 就覺得有點小欠缺的那種感覺 沒有彈過最終目標 第一次看到他便看透了本質 能看透本質明白達成方法的力量 能看透本質明白達成方法的力量 解答者 抱有著單純的興趣 我想說 你沒有見面 你沒有見面 我沒有見面 你沒有見面 尼泰宇 你沒有見面 你沒有見面 這就是大樹的道路 對阿以前的就是 懶做 算是偷閒慵懶 但是什麼事情都 魚刃有魚的可以去做到 這就是自己在旁邊 那時候 我真的沒辦法 存在這個世界 但是現在 我現在的父母 成長了 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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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無利亞大陸全域的情勢 比起戰前更深刻 帝國建立的優勢也有優勢 也沒有做法 但... 找出意義吧 嗯... 你也沒看見 對 哎呀 按到一下 果然又迷思了 想把他給做掉 對 居然是由他來安排 直觀本職的能力 直觀本職的能力 喔... 飛行艇也來了 CID 想去共和國發展啊 對 他這樣不會連自己人都射到喔 莫菲 唉呦... 幫忙擋住了 所以他說那時候有說那個信隨便給一個人 認命書 感覺可能是有沒有 感覺可能是有沒有 隨便遇到一個老師然後打開來 然後就叫白兔趕快追上 保護雷克多 然後他馬上再追過來 好啊... 心情暴局 不斷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三面间谍 我间谍你的间谍的间谍 一开始就注意到了 你无法成为我 最后会选择倒戈 一切都看穿了 帮手雷鹰姿 心情暴局暗藏的里面 那时候觉得另一只 各种怪怪的 原来也都在这里 心情暴局也只是个诱饵 心情暴局也只是个诱饵 可怕的人呐 家具人暴局也只是一切怎样 一切自己俩路银了 因此 谢谢 我